人生如逆旅,我一世行人。大家好,欢迎收看《国学心旅》。今天分享的是,人在低谷响转运,身交四种人,绝交三种人。早看早翻山,点个订阅,共同感悟。 古语有云,尽朱者赤,尽末者黑,决定你走多远的是你的同路之人,结交什么样的人,就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你的朋友圈,决定你的命运,曾国藩有言,则有乃人生第一要义,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嫌否,不可不慎也。一个人的朋友圈子,往往决定了他的人生格局。 厚道的人,所谓圣极者,便是那些在某些方面优于自己的人,论语,有言,见贤思奇,结朋虚圣极,似我不如无,主动结交优秀的人,学习他们的优点,是让自己变优秀的最简单的方法,与圣极者同行,犹如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责善而从,天地自宽。 我们没有必要把不值得的人,请进自己的生命里。如果要给这些人加上一个衡量标准,那一定是人品,不管是谈情说爱,还是一节进来,人品都应该是低位的,与厚德者相处,你会感受到来自这个世界的尊重和善意。 后道既是以心换心,也是以德抱怨,后道的人天生,带着三分福气,必有后福。 秦穆公曾经外出王宫,撞见有人把他的马杀了,并且正在一起吃马肉。 这些人得知他们正在吃秦穆公的马后,都非常的害怕惊苦。 然而秦穆公不但没有追究,反而请他们喝酒,杀马的人非常惭愧,喝完酒就匆匆地离开了。 过了三年,秦穆公被晋国攻打围困,命悬一线之时,有一小队人马杀出重围,貌似救出秦穆公。 秦穆公这才发现,原来他们便是当年杀马吃肉的那群人。 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几年前的善举,竟然拯救了他的生命。 所以说,后道之人,必有后福,诗经写道,勇言配命,自求多福。 一个人要经常反省自己的行为,常做好事,不为恶行,这样才能为自己求得福祉。 朱子嘉迅记载, 与间调贸易,物占便宜,见穷苦亲临,虚加温序,和小商贩做交易。 不要在价钱上计较,占他们小便宜。 看见身边穷苦的邻居,也要关心照顾,尽力体恤,给予援助。 正是有了后道的基础,之后的种种品德,才能有所傍依。 长盛不衰,心存后道,必然能有福报,人生路也必定会宽广平坦。 愿你做一个后道的人,一生都有后福。 俗话说小胜靠智,大胜靠德,有的人就是因为过于精明,急功近利,凡事只想到自己,占了一时便宜,反倒摔了大跟头。 有的人却因为后道,正得了源源不断的好运。 其实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你为人是自私自利,还是真心实意,不言而喻,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一次两次的欺骗,或许能奏效,时间长了,总会露出马脚,唯有做一个后道的人。 正直而坦荡,才能获得别人的信赖,支持,以及更多的好人员。 积极得人。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谁往低处流,你和正能量的人在一起,久而久之,你也会很有正能量。 在生活里,一个人的成功,是离不开贵人的相助,因此,我们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多和正能量的人在一起。 荀子,劝学偏讲,彭生麻中,不服自止,白沙在孽,与之俱黑,彭生长大麻田中,不用服自会挺直,而白沙混在黑土中,无形之中也会变得越来越黑,人亦如此,生活在好的环境中。 会得到健康成长,生活在污秽的环境中,也会因环境的影响而逐渐变坏。 时光犹如白色骏马,稍纵即逝,一生更是十分短暂,一定要远离消耗你的人,也不要去消耗别人。 历史上,秦朝时期有个叫陈舍的人,此人年轻时与别人一起给富人家种地。 一次中午休息时,陈舍对于秦王的压迫和剥削深表不满,立志要摆脱压迫和剥削,改变目前的社会地位。 谁料? 他的一番言论遭到了众人的嘲笑,你只是个受雇给别人种地的,还梦想着改变世界。 真是白日做梦,陈舍未曾辩驳,只是长叹一口气,感慨道,艳雀安之洪湖之至啊。 终于在其二十元年,陈舍与吴广发动了农民起义,建立了史上第一个农民政权,虽持续时间不长,但最终推翻了秦朝的严酷统治。 一经,钱挂中奖,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相同的声音会产生共鸣,相同的气味会互相融合,同理,优秀的人也会自然而言结合在一起。 彼此产生共鸣,互相成就的人可遇不可求,遇到一定要珍惜,而那些消耗你,不断拉低你内心意志的人一定要趁早远离。 永远记住,和优秀的人为伍,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和负能量的人在一起,只会共同沉沦。 人们常说,世间最幸运的是,莫过于有几个活泼开朗,积极向上的好友,身以为然,乐观开朗的好友,犹如小太阳一样,时刻充满温暖与光亮,照亮你的人生和内心,与他们在一起,使人生一大幸事。 要娇圣极者,和狼生活在一起,你只能学会嚎叫,那和优秀的人接触,你就会受到良好的影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成为一名优秀的人。 看过这样的一个故事,齐宣王喜欢朝贤纳士,于是让淳于坤举荐人才,淳于坤一天之内接连向齐宣王推荐了七位贤能之士。 齐宣王很惊讶,就问淳于坤说,人才是很难得的,如果方圆千里之内能找到一位贤人,那贤人就好像多得像肩并肩站着一样。 如果一百年能出现一个圣人,那圣人就像脚跟挨着脚跟一样,现在,你一天之内就推荐了七个贤士,那贤士是不是太多了? 淳于坤回答说,不能这样说,要知道,同类的鸟总聚在一起飞翔,同类的野兽总是聚在一起行动,人们要寻找柴虎,结梗这类药材。 如果到水泽洼地去找,恐怕永远也找不到,要是到梁文山上去找,那就多得要用车桩了。 这是因为天下同类的事物,总是能聚在一起,我淳于坤大概也算个闲事。 所以让我举荐闲事,就如同在黄河里取水,在碎石中取火一样容易。 读好书,教高人,乃人生两大姓氏,俗话说得好,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青蛙找蛤蟆,就是这个道理。 雄鹰若是生活在鸡窝中,又怎能搏击长空,野狼生活在羊群中,又怎能叱咤风云,在不同的圈子中会决定你变成什么样的人。 圈子选对了,人生会变得更好,圈子选错了,人生会因此变得更糟。 因此,想要成为智者,就须与智者同行,想要成为高人,便要与高人为伍。 你是谁,只能决定你的起点,跟谁在一起,才能决定你的终点。 要教吃亏者,菜根坛,有言,世事亏乃福,人情淡实长,吃亏的人并非是傻,而是他们内心豁达,肯付出,懂让步,不计较一时值得是。 因为他们知道,时间会为他积攒好运气,胡雪岩正是因为和别人作声一时,永远都给别人让利,所以才赢得众多客户的信赖。 最后成为一代红顶商人,没有人喜欢斤斤计较的人,但所有人都喜欢宽宏大量的人,与这样的人相交,会少一份勾心斗角,多一份推心致富。 总有人抱怨,当今社会,好友越来越少,末路越走越多。 与朋友交,最关键的就是一颗真心,只可惜社会浮躁,人心不古,我们越来越精于算计, 早已失了最淳朴的友谊。 只有一种人,被称为朋友中的万人迷,他们好友如云,且都愿以成相待。 这种人,就是肯吃亏的人,因为他不贪小利,为人厚道,总能得到大家的信任。 曾国藩在自己的家书中,曾写过,只有八种朋友值得结交, 其一变为肯吃亏者,曾国藩自己,也是一个肯吃亏的人。 一朝中举之后,曾国藩在京城多了许多朋友,其中也不乏表示讨好的。 然而,在京城八年期间,曾国藩从不肯轻易接受他人恩惠,不肯占别人丝毫便宜, 反倒是自己常常慷慨解囊,浮危济困。 因为他深知,不肯吃亏,总占便宜的人,得了迎头威力,却丢了最重要的人品。 而宁愿自己吃亏,也不损害别人利益的人,才有大胸襟,大气度。 君子肯吃亏,小人谋私利,真正能吃亏的人,存下的是一分厚道, 积累的是一点人品,看似眼前亏了,但是人生却赢了。 这里很多人就会说了,傻子才吃亏。 其实,但凡肯吃亏的,都有大智慧,因为他们明白, 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道理,关照他人的尊严, 也为自己留下了退路,能吃小亏的人,才能占得了大便宜。 人活一辈子,既要认真做事,更要明眼看人,朋友不要求完美, 但有的朋友一定不能教。 言行不一的人,在社会上,跟人打交道,一定要小心功于心进。 精明算计的人,一个人言行不统一,说一套做一套, 嘴上说得天花乱坠,行动起来却完全不是一个样子, 这样的人一定要绝交。 一个人眼里,如果只有迎头小利,只看到眼前的鸡毛蒜皮, 爱贪便宜,资猪必较,吃不得一点小亏,总是在小事上斤斤计较。 在这样的人眼里,利益是远远高于感情的, 除了算计利益,什么都不顾忌。 孔子说,巧言吝啬,现已人,花言巧语欺骗别人, 这样的人表礼不如一,指不定揣着什么鬼主意, 别看吃饭喝酒时说的那么好。 一旦产生利益冲突,立马翻脸不认人, 一旦你失去利用价值,会毫不留情地抛弃你, 甚至转手把你卖个好价钱, 这样的人尽早绝交得好。 贪图小利的人,虽然说,天下兮兮皆为利来, 天下嚷嚷皆为利亡,可以说人人都希望自己能利益最大化, 但是人毕竟不同于动物,君子爱才取之有道, 为了获取利益而不择手段的人一定要远离,最好绝交。 三国时期的吕布,可以称得上是整部三国演义中最厉害的武将, 被人赞誉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土。 吕布为了董卓的一匹赤土宝马和几箱珠宝, 杀了丁元投靠董卓, 后来又为了一角色美女貂蝉, 杀了董卓投奔王允,被世人耻笑为三性加奴。 吕布可以说是唯利仕途,贪图小利的代表人物, 这样的人,不可教,在此类人心中,利益永远是最主要的, 可以为小利而背弃诺言,也可以为小利而首任亲人, 朋友对他们来说,只是谋利的工具。 所以说,如果身边有这样唯利仕途,贪图小利的人, 切记一定要躲得远远的,最好能彻底绝交, 以免被连累或者反噬。 不教落井下石的人。 古人有约 作奸犯科者,未必小人,然纠缠刁难,落井下石, 必敬而远之,对于落井下石的人而言, 幸灾乐祸是他们最得意不过的消遣, 人一生中难免会遭遇低谷。 如果说雪中送炭是最美好的幻想, 那么别落井下石就是最现实的愿望, 对于落井下石的人要学会敬而远之, 这样你就少了在低谷中被踩上的那一脚。 俗话说,笑人无,恨人有, 有些人,无论是你的亲戚也好, 是你的朋友也罢, 他们大多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见不得人好。 有人就说,见不得人好。 不是生活的常态吗? 这一点,确实是人之常情。 可是,有一种人,不仅见不得人好, 还会去落井下石, 这样的人,就是真正的小人。 老话常说,锦上添花意, 雪中送炭难,年轻的时候, 原以为能雪中送炭的人才是好人。 可是,随着年岁的增长, 阅历的增加, 人慢慢地就会发现, 原来对方不去落井下石, 就已经是好人了。 生活中,有的让人舒心, 有的让人变得有趣, 有的让人踏实, 和不一样的人来往, 就会有不一样的身心状态, 选择与正确的人来往。 养人也养解。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 欢迎持续关注, 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